风声鹤唳 满城船 Deep Seek 真相细细盘 降维打击 真与假 拆解迷雾 见高下 大家好 我是大王 我是小王 最近关于Deep Seek的各种误读和误导 铺天盖地 无数人就再次喊出了这儿 欲聋的厉害了我的国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 Deep Seek的成本低廉 降维打击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达到天真的塌了吗 2025年 一开年 科技圈最大的事件 就来自于Deep Seek 对全球人工智能科技圈的震撼 就是这家杭州的公司 它打了一套组合拳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先后就发布了Deep Seek V3模型和2万模型 而且开源了代码 大家看到的就是来自扎克伯格的评价 还有一些其他美国科技圈大佬 对Deep Seek的评价发言 我会放在影片的末尾 大家有兴趣就可以统一去观看一下 一时间海内外就传得沸沸扬扬 核心点就在于 很多人都在讲Deep Seek大模型的成本 只有550万美元 不到600万 这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成本只有美国遥遥领先 那些大模型公司成本的1% 而且不需要最顶级的 比如像英伟达显卡 H100这些来构建算力集权 那因为这些显卡对中国大陆是管制的 那只需要H800这种阉割的性能的显卡就可以了 所以对美国的各大模型公司形成了降维打击 那本周一美股英伟达 那就是遥遥领先的全球算力最强提供者 受到这个影响 股价大跌16% 因为华尔街就认为 这Deep Seek已经证明了 人工智能不需要那么多算力 也能成功 再加上英伟达最近两年 涨幅过高 涨速也太快了 早就高速不胜寒了 所以华尔街自然用脚投票了 这个时候你看就产生了两种说法 一方面就是中国大陆铺天盖地 都是关于一家杭州的小公司 击垮了美国算力霸权的这种解读 那一些美国的AI大佬 也是对Deep Seek不吝赞美 包括前面片头的扎格格 还有马斯克 最猛的评价就来自于 美国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里森 这个人是互联网先驱 网警的创始人 Facebook和Ebay现任董事会成员 妥妥归骨大佬 他在X上就发帖 就说这Deep Seek的R1模型 那就是人工智能的 史普尼克时刻 这指的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 前苏联先与美国成功发射了 卫星那个历史时刻 但同时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最核心的质疑 就是关于这个训练成本 是否真的是550万美元 硅谷的成功创业者 美国华尔代移民Alex Wang就认为 其实Deep Seek后面 有5万张H100显卡的算力 而H100就是被美国管制 不能在中国销售使用的 所以他认为 这个Deep Seek是绕过了管制渠道 偷偷的在中国大陆 构建了高性能的算力 那马斯克也赞同 这个背后有5万张显卡 高性能显卡这个说法 那成本的高低显然就决定了 这个Deep Seek 是否真的有那么神奇 是否真的是1%这种程度的 见尾打击 那么Deep Seek大模型成本 到底是多少呢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 其实这个成本 550万美元 是被严重误导了 在各个媒体的报道里 好像一个公司花550万美元 就能搞出一个跟OpenAI O1这样比较接近的大模型 在纯属扯淡 首先在Deep Seek公开的资料里 它就显示 550万美元 指的是V3模型 而不是最新发布的 2万模型 2万模型的成本没有公布 但已经有团队就宣布 他们复线训练了 也就是600万美元左右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就是简要概括一下 就有大概4个方面的区别 首先就是成本 然后架构 算法 训练能启动 所需要的数据量 这4个方面是不一样的 首先就是这成本方面 那V3模型就更便宜 那为什么它成本便宜呢 就是因为它们的架构和算法 就是不一样的 所需要的一个 冷启动的数据 也不相同 V3需要的是海量的数据 来为它进行训练 但是R1的冷启动数据很少 它更多就是用推理的方式 而且在训练过程中 会搜集少量的数据 进行微调 R1它就像素质教育 它的自觉和推理能力就更强 自我强化能力更强大 那V3主要就是灌输式教育模式 需要你灌输给它海量的数据 然后打个更直白的比方 就像R1有点像张无忌 就是有个基础之后 然后它主要靠自学成才 就成了九阳神功 是吧 但V3就有点像 人我行那种吸星大法 就吸取了大量的数据 最后就是 消耗比较短的时间和算力 就能完成训练 最终的结果 就是R1的推理能力很强 能处理比较复杂的 这个推理任务 以及一些通用的任务 那V3在知识问答和数学 和代码方面的能力比较强 总结一下 就是R1更具备思考能力 V3主要是灌输教育的结果 而且就是这个V3的训练 所需的大量数据 就是这个R1生成之后 提供给它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V3的成本 比较低的原因之一 再来说说 这个所谓的成本 五百五十万美金 其实指了 就是V3的训练成本 也就是说 租用算力消耗到成本 注意这里是租用 不是购买 买的话 这成本一下子又上去了 根据这个Deepseek 公开资料的显示 V3大模型的训练 是基于2480块 英伟达H800型GPU 这些卡的价格 那就是六千多万美元 所以五百五十万美元 那个训练成本 计算的就是这个 租用这些卡 五十五天的成本 包括什么耗电 以及一些人员费用 因为Deepseek 又开源了所有的代码 所以现在全球 都已经展开了 Deepseek大模型的复线 多个团队已经表明 他们已经证实了 这个可行性 确实就是靠这些 算力和世界 就能够完成大模型的训练 也就是说 这训练的成本 的确是不到六百万美元 但是这里忽略了 很多隐性成本 从无到有 完成一个大模型的 什么开发 那成本 包括有前期的架构研究 算法验证 和数据实验成本 那其实意味着 至少几亿美元的 前期研发费用 这些前期工作 需要拥有超大规模算力集权 那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你不可能用两千张卡 去做这些研究 和算法的验证 因为实验就意味着 你需要不断的调整 不断的重复验证 如果还是用两千多张卡 那就意味着 这个过程需要消耗 非常多的时间成本 所以在前期研发阶段 一定是需要 极其强大的 算力集群来支撑的 来缩短 研发的周期 所以Deepseek 早期论文 他也提及 他们拥有的 实际上一万块 A100集群 现在即使一个团队 他就已经获得了 Deepseek 全开源的代码 但是他也要 必须要投入顶尖的人才 来做算法的分析 验证和部署 如果在某个应用领域 他们要训练大模型 比如画图 他还必须投入 大量的数据给他 并进行实验的验证 这都需要投入 大量的人力和算力 还有时间成本 比如OpenAI 像德国出版商 和美国主流媒体 都支付了数千万欧元 用来获取这些 新闻文章的使用权 谷歌和Reddit 达成了一项 价值6000万美元的 数据授权协议 这仅仅是一部分数据 所以最后 你的一切都搞定了 那么投入过2000多块显卡 50多天 再花上成本600多万美元 那是可以浮现 Dips这个大模型 所以你看一个普通的团队 其实你是无法 仅凭2000多块卡和600万 就能获得相同成果 不可能 必须有前期的大量投入 所以总成本 仍旧是一个至少上亿美元 那V3模型的大量数据 就来自自家的 R21模型生成的数据 光束数据这一块 它就省了很多钱 那R1模型 它不是人启动 数据很少吗 是不是数据的购买成本 就比较低了 应该会低一些 但是你看新闻和贴吧 这种数据 它不是说推理 就能推理出来的 就算R1擅长推理 数据还是需要购买 获取的 那Dipsick在最后的训练阶段 对于算力的需求 是否比OpenAI这些大模型要减少了 确实减少了 在前面说了 因为算法 它有了突破 在训练和推理效率方面 就有了革命性的进步 具体来说 就是FP8训练 MLR架构和多 Token预测技术的应用 都有了创新的 革命性的改进 那具体是啥意思 我理解的也不够深入 就刚发布 大佬们也都没搞得很清楚 后续我继续研究 然后再看 是否专门再讲一期 Dipsick的算法革命 再来说说算力需求的事 根据我们前面的讲述 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 因为算法的革命性的创新 最后一步的训练 的确可以大幅度降低算力需求 从而降低成本 但是前面的研发过程中 算法验证过程中 对于算力的需求 仍旧非常强大 否则就会大大拖延 你的整体的研发进度 而且Dipsick大模型的开源 进一步降低了人工智能的门槛 那一定会让更多的人和资金 就涌入大模型创业 在垂直应用领域 就可能像当年的互联网公司一样 雨后春损 就创立非常多的行业 大模型公司 那人工智能这个行业 之前就因为技术门槛太高 一般创业者根本玩不起 所以原来就那么几家在玩 那人才也都去这几家了 现在你看开源了 门槛低了 是吧 更多人都可以玩了 那大公司的技术人才 甚至都可以自己找点资金 拉队伍单干了 所以我就认为 这其实反而可能会刺激 算力需求的进一步放大 就还有一点 就原来AMD 在人工智能领域 根本就上不了桌 现在就宣称 就可以支持Dipsick了 在Dipsick开源模型上 英伟达据说已经没有了 它独有的那个CUDA 构成的绝对优势了 这也许意味着AMD 将有了和英伟达 角逐的新机会了 会有一波大涨 大陆A股方面 你看极少数买入了某华资本 就已经躺赢了 估计会有多个连板 翻一倍也许问题不大 这华某资本 就通过旗下的基金 就间接参与了 Dipsick pre-alien的融资 但因为Dipsick没有上市 所以具体的投资金额 和占股比例 咱们不得而知 所以大概率会在炒作之下 会有翻倍甚至几倍的行情 你果然还是万变不理股票 那我们自己赶紧买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股市有风险 以上纯属闲聊 切勿作为投资依据 最后还不得不感慨一下 你看从小红书到Dipsick 2025年的互联网和科技创新 发生的两件全球影响力的大事 都发生在中美之间 你就不得不说 当年世界最重要的关系 它的确还就是中美关系 虽然最近几年 中国经济陷入了困境 但是早前积累下来 这个底子还在 中国人又有着 独特的智慧和勤奋 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 常常起来这些年轻人 已经开始在国际舞台上竞争了 在人工智能领域 更是被戏成为 中国大陆华人 和美国华人之间的战场 我更希望未来 是看到华人之间的团结和合作 全球所有的华人 能够为世界科技的创新 留下深深的烙印 这将会是 咱们每个华人的骄傲 本期就讲完了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你看,既然 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all invention China couldn't get its hands on NVIDIA's latest and greatest chips so what do they do? they innovate they find a new way to build a reasoning model that is far cheaper far more efficient and give it out basically for free the APIs, if you plug it into your own business very cheap to use and there's going to be pressure on OpenAI on Anthropic because it looks as though the models are basically equivalent in terms of efficiency when it comes to math and reasoning and coding even but so much cheaper to make do we really need the data centers do we really need the billions being spent on AI infrastructure if they're managing to invent ways of finding far more efficient powered models that's a question going on in investors' minds the Chinese chat bomb which came out of nowhere is already overtaking chat GPT and sending the tech world into a complete spin deep-seek operators cost just $6 million to develop they didn't even use particularly class chips meanwhile, the big tech companies the likes of Microsoft are looking for the better they've been spend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for achieving exactly the same thing investors are now panicking looking at these big companies thinking about what earth is spending money on where the Chinese can do it much more cheaply and it's an open source system so everyone can use that to create much more effective AI and a bunch more level that was lo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